哈囉,大家好,我是創先生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件事情就是 你们从骑车开始到现在拥有了哪些车子 不是一次拥有,是陆续换了哪些车子 我记得我刚开始接触重型机车的时候 那时候朋友家里我签了一台ZXR750 那时候还是无牌车的年代 所以呢,我就对重型机车非常的向往 那时候第一次听到四缸车的声音,非常难忘 然后呢,我就看到了国产有一台ZXR150 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真的很喜欢 所以呢,我就去打工,就买了一台ZXR150 ZXR150骑了一段时间呢,发现这是一台不会跑的车 但是它的引擎伤害很特别 那后来呢,我就改换了一台速克达 也是YAMAHA的吼 YAMAHA的银光150 银光150呢,它是有水冷 然后它看起来就蛮大台的 它的骑起来感觉是还蛮有力的啦 那时候说真的对车子保养观念都没有 所以FZR呢,那时候因为出了一些状况 加上没有钱维修 那时候打工一天的钱大约是500块 那台车又有点难养 它的零件也蛮贵的 所以就换银光150 那换了银光150之后呢 骑了一段时间 它的置物箱很特别 它开启的方式跟一般速克达不一样 然后它前面是斜板的 那银光150骑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机车行老板就说 哇,你这台车严重吃机油啊 那时候还不太懂车 所以严重吃机油感觉好像很危险很严重 所以那时候呢 就想说啊,没关系 那就整个估给车行好了 估给车行换一台 也是二手车 还是FZR 我换了第二台FZR 那时候FZR呢 我换的是油冷的那一代 但其实呢,我是被骗了 因为那个车行跟我讲说 外壳是油冷的 二代的油冷 那后来呢 我觉得被骗了之后就想说算了 也是骑了一段时间 也是一直出问题 我觉得那时候这台车 真的没几家店会修啦 所以FZR说真的 后来玩的时候 觉得它是被修坏的 G多啦 被修坏的G多 很多弹缸啊 跟你说弹缸 它只弹前面那一缸 后面那一缸没有动 你又觉得车子没有力没有力的感觉 好那FZR这台车真的是很经典喔 它是V型双缸 150cc 那当年呢 它还有NSR150 NSR150它是跑比较快 它是二行程的车子 所以蛮多人都买NSR150 因为它速度比较快 FZR车重比较重 然后它是四行程的 所以速度比较没那么快 它是外表比较帅啦 好那接下来呢 这台FZR骑了一段时间呢 我又卖掉了 因为说真的 真的非常难养 那时候我大约是高三 高三毕业之后啦 高三毕业之后 等当兵的那段期间 卖掉之后呢 我骑另外一台车 这台车是光阳的豪爽135 豪爽135呢 它是一台有点像嬉皮车的车子 那豪爽135呢 那时候是跟朋友买的 真的蛮耐操的喔 那台车 那台车一直到最后卖掉啊 其实有漏油 但是还是很好用 所以说真的 单缸的车子比较单纯啦 好那豪爽135我卖掉之后呢 接下来出社会之后 当完兵回来出社会 我就买了我第一台新车 奔腾125 那时候奶超购动逃 那时候就是这样广告 然后吸引我去买 好买那台车之后呢 我就一直骑一段时间 比较没有再骑挡车 好后来开始在玩挡车呢 我就回去找了一台FG150N 150cc的 就是当年国产FGR跟FG150有两种 一种是仿赛 另外一种是街车 复古街车 好那时候我去买的时候呢 车主的车子状况还不错 那大家看一下照片 我买回来的样子是这样子 然后呢就跟了一群 志同道合的车友一起玩 那一起玩这台车很有趣 就开始对车子更了解了 因为呢这台车 当年在玩的时候都去店家修 店家只会告诉你哪里坏掉 那在后来我买这台FG150之后呢 到了这些店家呢 很多车友都会互相交流说这台车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比如说这台车它是双缸的 然后呢 他要用两个火星塞 然后大火化油气是双孔径的 然后呢这台车可以改到多少 那时候都有改这台车的那个技术了 都会改到232 或是249252cc啦 改232跟252cc 改上去之后呢 马力扭力更大了 骑起来更舒服 有些呢甚至把倒叉都改上去了 甚至后轮都改宽 那时候大型重机刚开放没多久 你能选择的车子不多啦 尤其是轻挡车的部分 选择真的不多 好那后来玩这台车FG150呢 玩到一段时间呢 发现也花蛮多钱的 因为大家看一下照片 我改了这些东西 倒叉啦后摇臂啦 轮框那些还有油箱 加大油箱罩都改了 好整台车改得像 有点像400cc那种体宽 体重的感觉 好那后来呢 很刚好有机会去考大型重机的驾照 其实那时候就一直看 有一台车很棒很喜欢 就是YAMAHA的FG6N 那台街车 那台街车我蛮喜欢的 因为它的外型呢 看起来就是还蛮壮硕的 然后它的大灯呢 看起来蛮内缩 整体的感觉就是有街车 那种霸气的感觉 好那喜欢这台车之后呢 我就去考驾照 诶 刚好考驾照的时候 也是用这台车 差别不一样的是 我上课考照的是有ABS的 然后 我买的那一台2005年 是没有ABS的 所以呢 我买的这台车 是跟朋友买的 刚好他要换车 所以跟他买 当然 后来 大家看一下 照片 也改了倒叉 幫我改倒叉的朋友都说 拜托你下次 每次换一台有倒叉的车好吗 不要每次买正叉的车 回来给我改 很麻烦 所以 就这样 FG6呢 我对它很细心的照顾 我骑了蛮多的 我骑了11万块12万公里 这台车带我到处跑 所以 我很喜欢FG6 因为它的问题不多 很稳定的一台车啦 以它的品质来说 那后来呢 过了这几年呢 我开始觉得 嗯 FG6这台车好像不够 出门远行去旅行 虽然我有用FG6去露营过 也是挂三箱 但是那个便捷性啊 还是没有现在 我手上骑的Tracer那么好 所以呢 当我FG6N 骑到了11万块12万公里的时候 就PO出来卖了 那时候真的很难卖 大家看到里程数都傻眼了 这个12万还能骑吗 所以 很多人来看车都摇摇头啊 你这个车顾得很新 怎么会骑那么多 所以呢 后来呢 我也很老实 我里程数骑多少 我就是这样卖 当然价格可能没办法卖那么高 但是我就是很感谢 购买我那台车的车主 他觉得里程数对他来讲 没必要 重点是有没有在照顾这台车 好他买走之后呢 我就上手这台Tracer 就这样呢 骑到现在 好那我从第一台车到现在呢 大家会发现 我几乎都是买YAMAHA的车 YAMAHA控 除了中间有买一次光阳的 跟有一个光阳135 豪爽135 他名字真的就叫豪爽135 很奇怪的名字 以前车长命名真的都很奇怪 好那豪爽135 我跟奔腾125 奔腾125 是我买光阳的车子 其他车子呢 包含我现在有一台BWS 还有一台近战三代 都是YAMAHA的车 所以如果YAMAHA要业配的话 可以找我 麻烦了 我真的很爱YAMAHA 所以这台Tracer也是YAMAHA的车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从以前到现在 所换过的车种 以及拥有的车种 那各位车友 你们换过的车有哪些呢 如果你有不错的那种 你换的车子有蛮特别的车 可以欢迎在以下留言 跟大家分享 好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这段影片 有空我们再聊聊其他话题 好先这样 拜拜 要记得订阅哦 要记得订阅 拜拜